如慧苏月 智慧也就是智慧 为众生心中本具智慧 一切众生 故故都居住 没有例外的 私生法界众生居住 六道轮回里面众生也居住 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献钱呢 下面说了 由无名换义 无名是根本烦恼 无名就是无知 那本来是一切知 过去 现在 未来 此界 他方 没有一样 不知道 这是自信 本具的智慧 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 六族会南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 他第三句话说 何其自信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没有想到 我们真如本性 本来具足 无量智慧 无量智慧 本来具足 无量的难 本来具足 无量向好 不是从外头来的 是本来具足的 本来具足 现在为什么都没有了 智慧 智慧 没有了 德能 没有了 向好 没有了 那就是 有无明 患意 这个患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一念不久 而有无明 大臣教上 佛告诉我们 问题 就在一念不久 那一念为什么不久 没有理由 你要是追问的话 就念念都不久了 你不理会他 把他统统放下 无明放下了 佛言了 就陷进了 所以我们现在迷惑颠倒 妄为昏芒 这虚妄 都不是真的 假的 真的是 真的是佛言 真的是 自信本具的 如来智慧的相 这是真的 所以迷是假的 自信 哪里会迷呢 但是这个 一念不久呢 也是真的 真有 一念不久 把我们从 自信 堕落到 六道凡夫 佛陀的教育 没有别的 帮助我们 回归自信 怎么回归 放下 救世 阿 教我们 我们跟佛 差别在哪里 我们六根 戒出六尘 眼 见思 耳 闻身 鼻 嗅香 血 肠胃 六根 戒出六尘 先前 枯其念头 奇心动念 这个奇心动念就叫做无名 奇心动念就叫做不久 就是一念不久 一念觉是怎么样 一念觉它如如不动 看得很清楚 听得很清楚 不起心 不动念 这人就是如来 这个人就叫做佛陀 除此之外 没有差别了 学佛的同学 不能不知道 那我们要断烦恼 从哪里断 浸色纹身 举这个例子 它代表了六根 对六尘境界 清清淑淑 寥寥分明 不起心不动念 这就成佛了 这就是修佛心 跟佛完全一样 如果起心动念 真起心动念 真起心动念 我们以为自己不起心不动念 还是起心动念 为什么 念头太微细了 我们初念 自己能觉察到 动个念头 细念的 不知道 一个初念 是多少个细念 组成的 没人知道 也没人想到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阿 妮 陶 佛 好 你